如今陳崇文已經被法辦 檢調從他的戶頭 起出數千萬的不明金流 甚至在昨天的積壓庭上 檢調說陳崇文交保之後 還去跟相關人等串政 打電話找人處理錢的事情 企圖湮滅證據 所以現在陳崇文議員被積壓境界了 去年竟然在台北市議會的殿堂之上 要求蔣萬安 把不願意配合調掌預算的警察局長 宋正鋒 送研考會任何得罪了台智光這一家廠商 從事故裡搬錢的局處首長 護航的議員要求市長直接把人換掉 非常之離譜 台智光母公司台通光店背後 跟朱立倫的家族關係非常非常的緊密 包含朱立倫的太太 包含朱立倫的岳父高玉仁 高玉仁的兩位兒子高師伯以及高師傅 以及朱立倫的丈母娘高張明鸾 如今台通光店爆發這麼大的弊案 國民黨的朱立倫主席 餘工餘私不用出來面對嗎